大家好 我是美国北方的波比医生 今天我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 癌症病人接受新冠疫苗的一些注意事项 上周我们讲的是实体瘤患者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会给个链接在上面 这周我们主要讲一讲关于 血液科恶性肿瘤病人的一些注意事项 血液科肿瘤实在是不是特别多 所以大家都不太熟悉 我可以给举几个电影里面的例子 血液科治疗有一种是急性血液病的治疗 包括急性白血病 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做血液 里面是山口百汇眼的 我估计这个女孩子得的病就是急性白血病 急性白血病呢 现在的治疗越来越多 但是还是有一种治疗经常用到 叫做诱导性治疗 就是呢给比较大剂量的化疗 然后把整个的血液系统免疫系统压制下去 这样那些快速生长的癌症细胶也被强点打压 然后过大概四周左右的时间呢 血液系统恢复之后呢 希望恢复的都是好的细胞 在这种人呢 他们的血液系统就非常的低 有一个叫做粒细胞呢 肯定很多情况是小于1000 他们接受这个化疗之后呢 希望如果能够对化疗有反应 在一定的时间血液有所恢复 所以对这类人呢 还是建议稍微等一等 等他们接受完幼岛治疗之后 血液恢复了之后 这个粒细胞总数超过1000之后 再接受新冠疫苗 当然每个病人呢 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团队进行联络了 还有一类血液病呢 是叫做慢性血液病 比如前两年有个电影叫做药神 这里面讲的是慢性力性白血病 CML Chronic Myelogenes Leukemia 这个病的一些事情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好多事情都挺感人的 就是关于那个时候药非常贵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啊 就是这些人 他们如果吃了药之后 一般病情都控制的非常好 血液也不会很低 所以这些病人呢 什么时候有疫苗能够接种 就尽早接种新冠疫苗就好了 得到保护 跟这类病人相似呢 就是一些在接受长期维持性化疗 血液肿瘤病人 比如有一种骨癌 还有一种叫做慢性零细胞血癌 CML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大概接受新冠疫苗的指南呢 都是用一个同样的理念 还有第三类病人 这些病人呢 他们血相很低 就是感染的几率很大 比如是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 Mylodysplastic Syndrome 我前面也讲过一个 我一个90家的老爷爷的故事 他得的就是这个MDS 像这类病人呢 他们虽然长期血相都比较低 因为治疗呢 也不是很快就能够有效果 所以这些人呢 也没有必要等 就是什么时候 有了疫苗就可以接种 但是这些人 他们血相低 如果有发烧啊 这个时候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多 有可能是对疫苗的一个反应 也有可能呢 他们是免疫力低 产生真正的感染 这些都会有医生团队 为你做出 提出意见和做出治疗方案 好 如果你对我上面的话题感兴趣 请欢迎在下面留言 你把这个转发给 需要这方面内容的朋友 我现在开始准备做一些 有关学院肿瘤科的 知识信息的分享 对我来说也算一个挑战 我学的很多东西 都是用英文学的 每个东西都要先查一下 然后把中文的 对应的翻译过来 不过我会继续努力 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